嗨,大家好,我是斑马老师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末句小学堂第七课 班箱子 每次在上课前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末句的小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末句跟亚句差异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末句的英文叫做Mind 亚句的英文叫做Pantomime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都是用身体语言来说故事 严格说起来两人是有差异的 亚句虽然也是说一个故事 但是他比较善于处理外在有形世界的故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亚句他着重在肢体技巧的表现上面 他的内容也比较戏虐、逗趣、搞笑 比较不关注内在、人内在情感的世界 所以你看完亚句之后哈哈大笑笑完了 或是灰心一笑笑完了就过了 他没有办法让你反思 然后亚句也不能说话是规定不能说话 不能发出声音 虽然末句也是叙述故事用身体、肢体语言叙述故事 但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故事背后的主题 而不是肢体表达的方法 比较隐晦含蓄 他着重在内涵、着重在他的诠释 他表现的是幽默 而这个幽默背后呢 是要让人有所反思 幕具演员凭着身体的语言表达出各种层次的情感、思想 然后借着这个情感、思想引起观众的种种联想跟情感的投射 幕具在演出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发出声音 是选择了不发出声音 他当然可以发出声音啦 但是不是语言的声音就是了 也可以配上音乐、音效 在近代的幕具里面 甚至有人加入影片 还可以跟影片做互动 当然幕具比较少 用到道具 幕具的道具就是演员的肢体就是道具 他纯粹是以肢体表达为主 这样大家知道幕具跟雅具的差异了吗 好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课程的搬箱子 走 那讲搬箱子前呢 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摸玻璃 摸玻璃这个动作的延伸 好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摸玻璃 摸玻璃手掌垂直地面 好 手动身体不动 身体动手不动 好 这样 玻璃就呈现出来了 好 这样子 好 是这个动作的延伸 首先搬箱子前 要先让大家知道 你的前面有一个箱子 那我们要先建构这个箱子 不然人家怎么知道 你的前面有一个箱子 因为你不能讲话 你不能跟人家聊 这样讲人家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人家以为是 过来 过来 来 来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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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搬箱子前 你要先建构箱子 这个时候手掌就不是垂直地面 是平行地面 建构一个箱子 好 建构好 甚至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好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箱子是一个平面 然后旁边两面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搬 搬 搬不起来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手指插到地面 手指平行 插到地面去 然后 如果它没有重量的话 就是很轻易地 就搬起来 这样人家不会觉得 你搬了一个箱子 人家不知道你搬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要给这个箱子 一点重量 要一点重量感 而重量感呢 就能强化箱子的真实感受 注意看哦 重量感是怎么来的 是这样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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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你看到没有 这样就有重量感 那另外一种变化的表演方式 变化型的表演方式是什么 你看哦 这个箱子 我抓两边 先建构箱子出来 我抓两边 把它抬起来 我把你也想埋在一心里面 然后 然后箱子动不了 然后箱子不会动 突然它自己动起来 突然箱子自己动起来 怎么拉动不了 可是它会自己动 自己跟着移动 怎么样都动不了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箱子还在半空中 对不对 哇 把它放回去 这就是搬箱子的动作 那 刚刚这个动作可以运用在真实的道具上面 怎么做呢 那我去拿个箱子 在归去的附近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藏宝箱对不对 它可以怎么样运用 第一个运用方式是这样 把箱子 这么用力都拿不起来 所以其实它很轻 拿起来了对不对 可以怎么样玩 可以这样玩 它几乎是停在办公室 有没有 再看一遍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那个 箱子没有办法动的延伸 延伸 另外一个表演的方式是什么 抬高 你抬起箱子来对不对 很用力 好 你从头演一遍 好 还记得广场的公演 一起表演 笑愿的当多点 记忆里在未跌 我看着你的脸 情绪和旋 初恋是真的 箱子动 箱子不动 身体动 幻象就会成立 然后你想要推 推推 这个 箱子自己跑走 对不对 箱子自己跑走 有没有 好 你要怎么把箱子拉过来 拉过来 加油你 哦 好 好 这就是箱子的演出 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边 很有趣吧 墨具不只是不用道具 它也可以用道具 但是少用而已 比较少用 谢谢各位 今天观看整个课程 今天的课程非常短 非常短 那希望各位 有任何疑问呢 任何对 不是任何疑问 不要问我爱情的问题 我不是爱情发实 如果对墨具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 留言给我 我都会尽可能的回答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